大家好呀 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第二个话题 就一直下雨 月季该怎么养护呢 其实这个话题每年都会碰到 这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问题 很多花有可能是今年刚开始养花 所以会觉得 啊 怎么这个春天这么多雨啊 我想试问我们这个地方哪个春天不多雨呢 不都年年这样过来的吗 我早就已经习惯了 那在这样的雨天当中 月季应该怎么养护呢 那分两块来讲解 第一个是露天中月季 淋到雨水的应该怎么养护 第二个就是阳台中月季 淋不到雨水的应该怎么去养护 那么先来说一下像我这样露天中月季 天天风吹日晒雨淋到 这些月季应该怎么去养护呢 首先第一个 大家先不用担心 如果你的配图是按照我的来的 或者你的配图非常的疏松透气 让它淋雨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月季的状态 枝繁叶茂打花包 它正好是需要大量雨水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间反而对我们来说 还是比较轻松的 省去了我们浇水这个环节 但是不是真的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呢 那肯定不是的 因为长期的下雨啊 刚好我们月季在打花包即将开花 这个时候正好是需要大量肥料的时候 很多花也会发现 如果说这个时间什么都不管不顾 那我们的月季会长很多的芒枝出来 甚至有些花包会消包 好不容易打上小花包 突然间黄掉了这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肥料还是需要去追加的 怎么追加肥料呢 其实我认为最好的一种方式 就雨后可能一两天 它不下雨的马上就浇一遍水溶肥 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 像今天好像是阴天 那么早上一起来 然后就给它先浇了一遍水溶肥 这样基本上就能够保证它的需要了 那有些话有说撒复合肥 不过现在这个状态倒还好一点 安全一点 因为月季的需肥量相对来说比较大 前期的话真的不太建议大家撒复合肥的 然而这个时间呢 用复合肥也要小心 为什么等一下跟大家说啊 那么这个施肥应该施什么肥呢 大家首先要了解一下啊 雨水当中 特别这段时间我们这里经常会下雷阵雨 那么雷雨当中其实有一定的氮肥含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每次看到 下了一阵雨之后呢 枝条就会疯狂的涂涨 那其实对我们养月季是很不利的 尤其是像我这种喜欢短质开花的品种 不希望它疯涨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从施肥着手 一定要施零甲肥 而且不要施花多多二号 直接就施磷酸二氢甲 因为磷酸二氢甲丝毫不含氮肥 可以让我们的月季精感变得更粗壮 花包数量更多 花包成熟的更早 肥料浓度的话 就是因为刚下过雨 就好像我们浇了一遍清水一样的 那么这一回的磷酸二氢甲 一比一千对下去就行了 我每次浇水都是浇透之后 肥料浓度一比一千 那么整体说起来 就好像是一比一千五 这样的比例差不多 这个好像去年视频 前年视频都有跟大家演示过 我是怎么浇水的 有兴趣的话 有也可以去看看 另外呢 这个阶段有些花有 在评论区 我发现已经说 自己的月季 有白粉病啊 有黑斑病了啊 我这边月季 什么病都没有 什么什么病都没有啊 现在是 黑斑病就是从配土上 你可以完全杜绝的 配土的之前 我也有详细的视频说过 然后白粉病呢 就从底肥上 也可以完全避免 我记得有个话 有在我的评论区留言说 他买了一种牛粪 然后他记得 那个合适 是不能够施氮肥的 所以他就没有 给合适施氮肥 结果春天之后呢 所有施了牛粪的月季 全部白粉病了 只有合适没有得 所以你的底肥当中 尽量呢 就是小心氮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刚开始不建议 大家在这个时间段 是复合肥 因为复合肥是 氮磷甲比较均衡的 一种肥料 氮肥的含量比较高 对一些不容易得 白粉病的月季品种 你试下去是毫无问题的 但是对一些容易得 白粉病的月季品种呢 复合肥这个时候 我建议你不要加 因为加下去之后呢 很有可能他会就此 得上白粉病 因为这个天气 真的太适合 白粉病蔓延了 如果是已经在开花的月季 遇到这个下雨天 真的是很糟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淋雨的话 特别是一些 长制开花的月季品种 它必吹头 除了像果汁这样 特别短制开花月季品种之外 其他的话 整个就大拉下来 非常不好看 所以如果真的 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建议大家能避雨的话 还是避下雨吧 比如说月季棚数少的话 可以把它搬到 淋不到雨的阳台去养护 甚至有些搬到室内 来看花 也还是不错的 如果不想搬有条件的话 可以像我一样 搭一个遮雨棚 也不耽误大家 美美的赏花 如果这些都不想做的话 建议大家种一些 特别短制开花的 阳台系列月季 像果汁阳台 哪怕是淋雨 它也几乎可以做到 不垂头 就是这么完美 以上说的是 淋到雨的区域 花友们可以这样去操作 那么如果是 阳台养护 在这个时候是 淋不到雨的 这样一个区域的话 同样也有我们 值得注意的地方 因为在连绵的 阴雨天里面 你的月季的干湿循环 肯定是跟晴天 有所不同的 它必然会加慢 月季干湿循环 慢了之后 咱们的浇水 施肥的频率 也一定要降下来 哪怕你那边 淋不到雨 我也建议大家 每次浇水之前 掂一掂这个花盆 只要你感觉到 它变轻了 再给它浇水 施肥 其实这一点 哪怕我这边的月季 到开花的时候 我把它们放到了 遮雨棚里面 我同样会这样对待 我不会说 因为它开花了 然后淋不到雨了 我就每天都给它浇水 不一定的 如果真的是天气阴沉沉的 或者连续的雨天 月季花盆 一时半会儿干不了 那就没有必要 给它浇水是非了 不然的话 哪怕开花期 也会增加根系的负担 尤其是在气温 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 所以如果你是在 阳台养花 淋不到雨 也建议大家这个时候 要根据盆土的 干身循环 合理的给我们的月季 浇水和施肥 同时也要减少 淡肥的施加程度 因为淡肥太多 同样会得白粉病 好的 以上就是 连绵的雨天当中 我们的露台 或者阳台花游 可以给月季 进行怎么样 管理的一些小建议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 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吧 拜拜